一男一女婴事故意外流落荒岛 他们正在寻找水源 女人却被突然出现的野猪吓到 十足掉进河里 还没等上岸 女人突然站住不动了 一条小蛇竟然顺着她的腿爬进了裤子里 无奈之下 女人只能寻求男人的帮助 这下两人也根本顾不上什么得体和礼仪了 男人直接把手伸进了女人的裤子里 场面上看上去略有些尴尬 故事还要从忙碌的工作的大美开始说起 作为一名纽约杂志记者 职场上可是女强人作风 但总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而丢掉了生活 同时也忽略了男友 一天男友刚出差回来 就送了一大束花到大美工作的地方 晚上七点半 大美就应邀和男友一起来到了约定好的餐厅 本来大美还以为男友是打算在这里和自己分手的 因为毕竟有七成的情侣都是在餐厅分手 但男友立马就反驳自己还准备了惊喜 就在大美闭上眼睛的时候 男友从口袋掏出了一张马甲提摄袋小岛 六天七夜游的宣传广告 这让大美非常意外 因为两人平日里的相处时间确实很少 大美便答应了男友 两周后一同前往那个地方度假 出发当天 又有两人的迟到 虽然马甲提热带小岛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坐邮轮的话要三天以后才能到 所以大美和男友要去小岛的话 就只能乘坐小型的民用飞机 飞机驾驶员胖哥一副拉里拉他的模样 看起来一点也不靠谱 这台民用飞机看上去也已经有不少年头了 脆弱的样子都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起飞 但大美和男友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所以最后两人还是一起乘搭了 这台老旧的民用飞机 与他们一同前往的 还有这座飞机的空服员黑发妹 她是岛上的舞蹈演员 就这样一击四人都平安落到了马甲提岛 值得高兴的是 这里真是个度假的好的地方 白天有阳光 沙滩 椰子树 晚上有星星 灯火和乐队 两人的感情也在此迅速升温 男友还借此机会向大美成功求婚 他们就像是一对神仙眷侣 随着乐队的演奏自由地摇摆起来 在男友上厕所之际 大美被上午的那位胖哥给搭讪 只不过胖哥明显是喝醉了 他根本就认不出来大美是今天再过的乘客 这让大美很不舒服 还好男友及时回来 所以也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第二天 大美和男友正藏在沙滩上 享受日光浴的时候 大美却突然接到了杂志社的紧急电话 上次虽然知道大美正在度假 但在附近有重要的拍摄 离不开她的职员 我也只能百般请求大美的帮忙 并且只会花费她一天的时间 作为女强人的大美 一心软便答应了下来 最后她找到了胖哥 让她帮忙送一程 傍晚大美和胖哥如约出发 一开始还算顺利 两人还在飞机上洽谈了一会儿 没一会儿 天空就突然电闪雷鸣地下起了雨 破旧的飞机开始颤抖起来 与基地的信号也时有时无 为了安全起见 胖哥打算掉头回去 可不幸的是 刚折返不久 飞机就被闪电击中 情急之下 胖哥只能将飞机破降在附近的一座小岛上 运没有合适的停机均 飞机最终在山坛上撞上了礁石 撞坏了起落架 与此同时 大美的出差男友很是郁闷 一个在岛上看着热闹的眼珠 更是被那位黑发妹的舞姿 深深吸引住了 黑发妹邀请她来 她还真的去了 而在荒岛这边 虽然暴雨终于平息 但飞机却已经损坏 好在大美和胖哥都没有受伤 只是小岛上压根没有信号 所以大美就算手持诺基亚 也联系不上外面的时间 对此 大美当然是很不乐意的 说胖哥是一个不称职的驾驶员 两人在一顿争吵之后 渐渐恢复了理智 唯一能帮助他们的 也只有胖哥手中唯一的信号枪 和唯一一颗信号弹了 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救援队的到来 大美还在飞机里面 找到了一个充气型的救生艇 但这粗油的小船 在汪洋的大海上说翻就翻的 所以胖哥急忙着阻止大美做傻事 结果还没等他出手 大美就在飞机里面 阴差阳错的把救生艇给打开了 还让自己堵在飞机里面出不来 而男友这边也接到了杂志社的电话 双方在通过电话后 才发现大美失踪了 于是男友二话不说 就和黑发妹一起出发 寻找大美和胖哥了 而在小岛上的两人 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 就一起出发寻找淡水 在经过一段时间跋涉后 两人终于看到不远处的瀑布 但就在大美好不容易接近河流的时候 一只野猪突然跑了出来 让大美吓得直接掉进了河里 不仅如此 一条蛇还爬进了大美的裤子里 无奈之下的大美只能寻求胖哥的帮助 两人什么也顾不上 胖哥直接把手伸进大美的裤子里 把蛇用力地掏了出来 摔到了远处 气氛稍微有些尴尬 谢谢 此后 胖哥还展示了他熟练的野外生存技能 砍树不练 统统不在话下 还顺利找到了孔雀 晚上 大美一边美美地吃着烤肉 一边和胖哥畅聊起来 两人的关系也瞬间拉近了不少 他们不仅一起在海边散起步来 进入梦乡前 还互相到了晚安 第二天一早 大美被天空中的飞机吵醒 胖哥因为前一晚喝了酒 还睡得很深 所以大美只能凭借一己之力 从胖哥身上找到那把信号枪 等他好不容易拿到信号枪 准备往天空打的时候 却被胖哥的脚给绊倒了 导致枪口直接打偏到了椰子树上 唯一的信号弹就这样没了 最后大美从胖哥的口中得知 原来刚刚的搜飞机 根本就不是搜酒机 而是喷射机 一边信号枪打上去 也根本看不到 意识到自己浪费了信号弹后 大美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也还是没有输了吵架的气势 继续和胖哥争执着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救援机会 两人决定往岛上的最高处 途中也是相当的艰难 大美还掉到了一个深坑里 摔了一身灰 但幸运的是 他们通过望远镜 发现了远处有一艘船 但原本万年聚活的两人 立刻有了动力 随即他们下山 打开了冲气旧艇 向船的方向驶去 当他们好不容易接近了那艘船 才发现又多出来了一条船 多出来的竟然是一艘海盗船 这艘海盗船 显然是已经劫持了另一艘船 这把胖哥吓得二话不说 立马就往小岛的方向滑去 可这个时候 海盗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也立刻放下一艘汽艇 向他们驶来 率先到达小岛的两人撒腿狂奔 他们一路逃到了悬崖边 大美不敢跳海 胖哥给了他深深的一吻 然后对他道歉 正在大美一脸懵逼的时候 就被胖哥推下了悬崖 胖哥自己也跳了下去 当然 顶着主角光环的两人 还是没有受什么伤 不仅如此 他们无意中 还找到了一家废弃的水路两用机 只要能把这台机子的个别部件 安装到他们的飞机上 他们说不定就能再次起飞了 在经历了一系列生死之后 两个孤寂的心也在慢慢靠近 两人紧紧的骁拥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 胖哥和大美就带着那台水路两用机 废弃部件 回到了他们的飞机停泊点 功夫不负有信任 在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敲敲打打后 大美和胖哥终于把他们的民用飞机 给救活了 正当两人满怀气调的准备起飞的时候 一发炮弹却突然在身旁炸响 海盗出现了 于是海盗就开启了打飞机模式 不过都没有打中飞机的要害 但胖哥却在多重炮弹的攻击下受了伤 他拼尽全力 直冲冲地朝海盗船飞去 在最后一刻 飞机终于向上飞去 受伤的胖哥无法驾驶往飞机正常飞行 所以他在简单地指导了几句后 就把驾驶飞机的重任交给了大美 而此时的马甲提约在小岛上 男友跟着搜寻队一直没有找到他们 正带着居民在海边祈祷着 就在他们准备结束时 大美跌跌撞撞地开着飞机出现了 更是非常恰巧地落到了海岸边 大家纷纷上前查看两人的情况 就这样两人终于得救了 大美和男友的度假生活也算迎来了尾声 在临走之前 大美去了一趟医院看望受伤的胖哥 顺便询问胖哥 他们两人之间算什么 胖哥确认了彼此之间是存在真感情的 但回到现实中 他们两人是不可能的 胖哥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打乱自己生活的脚步 而大美也不可能放弃纽约杂志社的工作 所以最后还只是彼此简单告了别 在机场的时候 男友向大美坦白了自己和黑发妹的学情 而大美也告诉了男友自己和胖哥的那些事 一时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去了 大美摘下手中的那枚求婚戒指 这边胖哥也后悔了 他连忙赶到机场 想追上大美的航班 但是已经晚了 突然一个吵着要下飞机的女人映入眼帘 两人看到彼此为自己做出的努力后 激动的拥吻在了一起 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果然一男一女 在经历了生死 总能擦出爱情的火花 一切来的都是这么的不经意 可是又让你可以坦然的接受 小伙伴们 有没有想一起去度假的人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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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